我们现在一字来揭晓 我们首先看谁的 先看 先看娜娜的吧 先看娜娜的好不好 看一下 你们在我这件东西上 可以看到他们的命运 遇到坎坷的时候 可以给到你鼓励 她是一个存钱贯 存钱贯 首先印证了我说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积蓄 对不对 就是积极 节约 节约 那积少成多 积业成求 就是第一 第二 为什么她说 她可以看到你的命运 当你把钱投进去以后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取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 必须摇出三个一样的 因为你必须要摇出 三个一样的 你才可以取出来 来 何老师你试一下 你每天在摇她之前 已有仪式感的 是什么呢 今天的我 幸运吗 今天的我幸运吗 今天的我是不幸的我 这个 这个玩笑不是会更暴躁 我为什么说 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 她可以给你看到 鼓励你 让你看到阳光 怎么说呢 就是说现在啊 网上很多人喜欢转井里 转井里没有用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说得好 知道吗 这个就告诉你这个道理 怎么呢 你就是如果你怎么怎么转 你都转不到一样的 怎么办呢 我说了 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把她砸掉 砸了她 命运啊 命运 我不相信别人 也不相信井里 我只相信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艾比亚加艾牙 我给你说 不明的喜欢 我喜欢 你能这样弄的时候 你有一种 跟命运做斗争 你知道吗 因为她本身还在转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真实地用自己的手 在操控自己的命运